台湾KOM自行车登山王挑战赛 今年迈入第11届 是全世界车友心中一生至少要来挑战一次的经典路线 也是极少数未因新冠疫情中断的国际大赛 有来自20个国家的骑士从28号清晨即将出发 也要为个人的骑士生涯闯下记录 2022台湾KOM自行车登山王挑战 是由交通部观光局、华联县政府和南投县政府指导 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主办 今年迈入第11届 是全世界车友心中一生至少要来挑战一次的 经典路线口袋名单之一 也是极少数没有被新冠疫情中断的国际大赛 今年非常特别 也是我们11年来第一次终点是在碧绿神木做结束 因为这条路大家知道它就是很难 包括天气的因素 还有地形地物 比如说还有泰鲁隔断 这个大家也知道落实非常的多 那很开心今天在这里 我们准备明天要出发了 我们期待明天所有的选手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 然后有最好的成绩展现 那我们也感谢这次所有的赞助商 我们感谢观光局一直以来全力的资源 全力的赞助 这个台湾自行车登山王 在我们台湾自行车节里面的这个亮点活动的这个重点 非常感谢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的选手们 我们明天碧绿神木见 台湾KOM自行车登山王挑战是世界车界传奇之一 2014年被法国销售量最大的自行车杂志评选为世界十大最艰难自行车登山赛 与环法大赛的阿尔卑斯山赛段齐名 更被许多亲身体验过的国外媒体和选手评价为世界上最艰难的比赛 虽然在疫情之下 今年还是有20个国家的骑士前来挑战 要为个人的骑士生涯创下记录 10月28号上午6点半到下午1点钟 台八线中横公路会进行交通管制 也请用路人可以配合改道 大华林新闻综合报道 大华林新闻综合